1、2、3… 大家不准收拾 讓我們看娛樂反抖星師的准收拾 各位觀眾, 娛樂反抖星, 現在開始 大家好, 歡迎大家來到這個反抖的大交情 兩位觀眾, 李楊, 李維德 他這麼多送膏嗎? 不記得我們已經做了兩個星期了 說說我們的反抖給大家聽 你說吧, 高妹 是好, 不好 不可能, 說真話 真的, 他們說節目很好 但你做司儀做得很差, 拜託你自己反省一下 你怎麼搞的, 高妹, 你這麼說話 給你兩塊錢, 你回家買招式算了 謝謝… 你真誇張, 你真誇張, 你怎麼說的 說給大家聽 這個節目好得不得了 總是有一個最矮的主持 最討厭, 最討厭 聽說是你 各位, 從下星期開始 就出門由我一個人主持整個節目 我想這兩個都已經消失了 的確是有些問題發生於 在我們請嘉賓的這個步驟 因為呢, 暫時沒有嘉賓肯上來了 因為呢, 每個人都覺得很危險 但是, 竟然有一個無遂自戰 今天希望上來 大家就比比比這個踩術 因為他自問 今天就穿這個房踩金鐘罩上來 兩個 我們有請鄭九總 太好了… 大家可以掌聲, 鄭月娥姐姐 你好… 這裡… 姐姐… 請坐… 請坐… 人家還沒坐, 你要坐甚麼 第一次… 你看看我們多晚才坐 是 怎麼了 沒問題, 我沒問題 你知道大家相處這麼久 有些新的, 有些問題想問我們 想跟你學習, 怎麼做你九祖 有甚麼問題, 請問一下 問得… 問得了嗎 可以 你別介意, 我醫書直說 是不是他叫你… 對, 聖木 誰會醫書直說 你教的 就說, 竟然是鄭九祖 現在片酬一百二十萬一部 每年拍十部 上星期了 再多兩、三年 幾千萬新家 還沒分, 資料只有這麼多 年齡呢 別說了 好 找到我了 你自觀眾認識你到現在 好像沒甚麼緋聞傳出 就算是男朋友也只是公開一個 一個 究竟你從董勝到現在 你拍過多少次拖 有問題… 這就是問題 答的了 我小時候… 小時候是多小 小時候 這麼小 從前幾年 開始發育的小時候 不要這樣 不是 你現在是影帝 不行 你影口 真厲害 你… 讀書的時候拍過一次 剛出來工作的時候拍過一次 後來拍過一次很長的拖 我來講 拖, 不是呼應 三次 總共三次 真的 真的 你用真下去 最近… 用真情下去 是…三次 是嗎? 三次是真的 有沒有答案? 甚麼答案? 有沒有反應? 有沒有結果 現在呢? 不是這樣 不是… 現在三個就住在一起 不是 不是 分開了 你告訴我們 你知道我們很笨 我要知道答案 你告訴我們 三個都無疾而終 或是自然分開 或是沒有… 對, 有一個說 有… 甚麼 有… 有性無愛嗎? 我沒說, 你說了 你去問他 他說有愛,沒有性 有… 有性無愛嗎? 對, 有愛,沒有性 有性無愛是你 對 我以為你在說自己 其實是有性無愛 又有愛,沒有性 關你甚麼事? 我當然想關我的事 怎麼可以關我的事 你知道是銀山的事 甚麼銀山? 金山… 金銀不分 整天都真是… 人老無用 其實Dudu 有沒有覺得自己找對象很難? 也不會 沒理由 男人就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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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沒難說 這樣也可以這麼多 他最喜歡刺棄我 女人喜歡刺棄我 我不同 我是承受各父 為之莫愛 這樣 你不同 你有選擇 是不是很難找對象 所以還沒結婚 也不是 一定說要結婚才會很開心 我現在很開心 其實我也聽過 好像說 你結婚後不會生孩子 對 生理上有些問題 沒有 我想多多都可以生 不過… 多多都可以生 這麼厲害 放了手 多多都可以生 但是我擔心 我不知道他會照顧那些弟弟 我寧願… 有天豬扒 你那些弟弟 你那些弟弟 還沒變成照顧嗎 可能他… 不,不用你照顧 我意思是 你可以拿去給別人照顧 你有錢 其實我覺得 不生孩子也沒問題 他會生女兒 不… 遲些先 但為甚麼你還沒結婚 你會不會打算快點結婚 我想這兩年都沒住 沒住 第三年 或者… 朋友說你還沒結婚 是有其他原因 聽你的朋友怎麼說 他本身是要求很高的人 所以到現在 我想他還沒遇到適合的人選 如果我的看法就是 主要眼角高 沒甚麼自知之明 如果真正的原因 據說是他的家庭背景的問題 對,影響到他自己的 那個很嚴肅 家庭背景 你家庭背景 有甚麼死人想想這麼厲害 不…有甚麼那麼嚴重 到你不敢結婚 你不像問題兒童 我覺得你不像問題兒童 對… 是否你爸爸以前對不起… 對不起他,不是吧 這樣… 為甚麼影響你婚姻的問題 小時候看到爸爸媽媽經常吵架 有陰影 對,有陰影 大後就離婚了 難怪,我也奇怪 為甚麼我這麼喜歡談戀愛 我爸爸媽媽很恩愛 所以我很喜歡… 我很喜歡… 很喜歡得不得了 你覺得自己是否一個難相處的人 我覺得不是 你覺得不是 對 你問我 我聽說你很酷 我們有時聽到的 feedback 不是,我也很熱情 是嗎 是嗎 我跟你拍過幾部電影 不是,大家都沒甚麼熱情 不如我們聽到那些朋友怎麼說 我們很難相處 是,看那些朋友怎麼說 是,他看那些朋友怎麼說 不是,我不覺得Dudu高鬥 和難相處 他是一個很講理由的人 而且… 據我自己了解 他是一個很效義的人 我真的不能說 我沒跟他相處過 叫他問問金國良 一般人說他難相處 時事 就說他對於錢銀這件事 看得認真 錢銀認真是不會難相處的 所以其實你也不是難相處 是嗎 短時間就可以了 住下去就可能… 住下去那個是老公 一定不會是你 所以也不關你的事 所以到現在也沒有老公 真可憐 曾經不可以有住 是 遇上一個像你那樣就死了 是嗎 是,我真的該死了 其實你算不算孤寒 你說呢 我… 我和你拍過電影 我不知道他怎樣 我拍電影的時候 你吃過我很多萬歲的食物 曾智偉,你別這麼沒良心 我吃過山果幾次 是,那些生果 甜品 但那些生果 全部都在家裡拿來 已經爛了 人家送給他 他又不捨得丟 但已經爛了 豬扒又不吃 豬扒又不吃 狗也不吃就拿給你吃 是,真可憐 因為你經常遲到 所以要罰他 沒理由遲到都會爛爛 沒理由被爛爛人吃 遲到一會就不理 一整晚的產品都沒爛 看你朋友怎麼說 他有多孤寒 我也免得說 豬扒是否孤寒 當然是不孤寒 他只是孤寒別人 他沒有孤寒過自己 全行都知道 不覺得他孤寒 不過他是很怕窮 我只好知道這件事 所以他的錢是賺回來 希望為將來打算 我覺得如果是這樣 你們不可以說他孤寒 原來你怕窮 你不怕窮 我不是沒有你那麼怕 聽說你怕窮 怕得每晚都發夢 都發夢有一張床 我聽說你們有個夢 每晚發夢是發夢一張床 為何你會發夢一張床 你是不是喜歡上床 我不是發夢一張床 你的研究錯了 我經常發夢 就去銀行拿錢 排好長龍 然後到我 他就說要閉嘴 沒有了 整個拿不到 所以現在錢放在家裡 床底下 所以就發夢夢一張床 是不是 當然不是 不是? 你是不是只有這個夢 不是 對, 最近整天發夢 看見不見了一架車 在你大飛嗎 不知道 深陣 我看見人們逼我拍三級片 你真是… 葉玉卿現在不肯拍 你真是有豐富的幻想力 為甚麼 通常人家說 日有所思日有所夢 你想拍, 沒有人找你拍 所以想到有人逼你拍 真的 如果真的找你拍 逼的過程是怎樣 說來聽說 很辛苦 怎麼逼你呢 變態 你終於有拍嗎 抓住我 撥我的衣服 是嗎?怎麼說 你坐在前面 我叫你自己做 你撥我來做甚麼 神經病 哪會這樣 只有這幾個 對, 暫時也是 不是, 他做到甚麼程度 甚麼, 哪有 衣服 撥完衣服就完蛋了 就醒了 沒理由 也算完滿結束 那你有沒有肯定再睡 這樣的話 我又去銀行排隊 隨便撥衣服就有錢 有錢就有正義力 有少許肉就有錢 但是鄭玉玲的優點 是甚麼呢 缺點 稍後回來看看 好, 剛才說過鄭玉玲 很多孤寒、難相處 或任何問題 但原來鄭玉玲 都覺得自己有很多優點 你覺得自己有甚麼優點 我覺得… 沒有… 說假話就笑 逢我一說假話 先笑就是先笑 說回缺點不行吧 只說優點 你可以說缺點 缺點有 甚麼 很漂亮 很討厭跟蠢人相處 應該是容忍人的 難怪 你現在一個朋友都沒有 原來是容忍你 一有人蠢就會對她很兇 甚麼 這樣客女一樣 優點 是不是應該問人 你問我 看看你自己有沒有 不知道 扮少女 好, 看看你朋友 或你優子是甚麼 她是一個挺好的朋友 和性格 挺好、挺自我 我在這個時代裡 是一個這麼自我 這麼有原則的女 尤其是女人 很難找的 不會遲到 做事很認真 人很懂精打細算 很懂為自己的將來打算 她的人很爽快 說一就是一 二就是二 可以就行, 不可以就不行 這麼厲害 很爽快, 這樣行不行 甚麼行不行 不是, 我的… 新鮮片不行 請我們吃飯 沒問題 在這裡沒問題 你出去吃甚麼都行 其實你覺得 你現在賺了這麼多錢 你日後… 你現在做過影后 又做大姐大 做過這麼多事情 你有甚麼事 你自己還想做 我想拍一些有質素的戲 真的 怎樣才會有質素 譬如好像《雙城故事》 好的 但你幾年前都說過這句話 等著… 等著你說這句話 但很多朋友覺得 你應該可以做更多的事 待會朋友給你一點鐘告 是嗎 別亂做事 真的 被人騙了錢 他最怕人騙他的錢 看定些 先選對 慢慢都未遲 我想… 有個盤 有個盤會好些 應該是… 拍一些比較有意義的電影 將來… 為了年紀大 真是好 看回來 不是純然為賺錢的戲之類 而是… 有幾套 值得他以後都繼續留念 果然有個知己 有個知音人 真的…明白 真是… 厲害… 你倆溝通過,通過電話 訪問完之後 我是老師 好的,你的老師 跟你一樣非常狡猾 好,看看現場的觀眾 有甚麼要問 呂洋,有人問 好… 你一定有很多問題 我經常想問Dudu 如果問得好,問得尼洋 智慧會派你的事 有誰想問… 誰想問… 誰想問… 來… 好,這位… Dudu,你出了名字 有演員道德,有守時 是… 有一部電影跟梅艷芳拍攝 他出了名字,遲到 你當時怎樣處理這個環境 問得好… 其實我們的導演安排得很好 我準時到達後先拍攝我的 然後找梅艷芳替身 拍攝他的背部 等待我們拍到差不多 然後梅艷芳就到了 當她弄好後 才拍攝兩個人一起拍攝 所以我沒甚麼要等到她 這個反而等了她很久 跟她拍了幾部電影 你找不… 不要面子 香港人找不著 小心 我在這裡… 小姐,有些事情想問 是,怎樣 Dudu,你在娛樂圈出了名 賺錢很厲害 我想知道你能否告訴我 將來你結婚後 有甚麼好的方法 向你老公賺錢 問了 問得好 來… 有辦法 首先要封鎖她 知道她所有財路是怎樣 然後封鎖 甚麼都要加自己的名字 這樣已經截了她一大半 曾志偉的老婆就是不懂這樣做 那要不需要知道 如果她嫁的老公是曾志偉 你就搶了自己的名字 她已經叫鄭玉玲曾志偉 不准叫曾志偉 因為鄭玉玲 真可憐 你真可憐 你在這家裡的名字 哪有名字 我都拿了她 然後把她出街 我知道你不需要弄妝 如果要你弄妝 你會弄身在哪一部分去弄 全世界知道你沒有弄過妝 但如果你會的話 你會弄哪一部分 問得好 問得好 都給你這些利是 你真差 不是別人的問 不關我的事 我怎敢問這些事 慘了 我想如果我年紀再大 20年,我會去拔皮 現在暫時不需要 好,正如整晚的假話之後 節目到現在都差不多 不,是你的部分 我們後面還有非常精彩的節目 但我們在這裡給你掌聲 謝謝鄭玉玲師姐 謝謝各位 謝謝… 謝謝… 謝謝你 謝謝你 大家同學好 好 好 現在是倫理科的時間 大家打開貨盤 有甚麼問題,隨便發問 我有個問題… 不過不要扔我 我想問你 為何欣理科生 今生今世都不會公愛她的女兒 她的爸爸是誰 吊炮 是呀… 欣理之所以不想公愛她的爸爸 是誰,可能是 她的女兒的爸爸 是非常搭水的人馬 如果公愛她的女兒 被人飆心 第二個可能性 她的女兒是一個公眾人物 公眾人物通常是不公愛她的爸爸 是誰 你有沒有見周元輝公愛她的爸爸 是誰 你有沒有見過庫城公愛她是誰 不要… 不要,不要 繼續是蘇學的時間 蘇學科 有甚麼問題 說 傻瓜總 吳君如說 一千萬包太少了 起碼要一億 他是不是瘋了 什麼 你真是瘋了 你真是瘋了 他心肌肚明 找個男人一千萬包她 那本來就絕不可能 就算有 他哪裡找一個男人一千萬 總是盲的 盲的就給我選她 所以他肌熱不放 我看過一支,捐貴一支 真的不能說這些東西,你知不知道? 你又知道… 你又知道這麼多東西? 你給我看一看 嘿…大家同學… 吊炮而已,髒人太怎麼打問題? 聽我說,吳君如 你知道現在住在哪裡嗎? 住在青山旁邊,目的是為了甚麼? 就是找一個神經病的人 想包好那個人一定是神經病的 還有,我知道有一個男人 不論任何條件 就算不肥胖到屁股也好 都一定要照顧他一輩子 是誰? 夏春秋 你真是神經病 你真是神經病 你還是交際方? 通常人與人之間交際是用電話 肥仔,說的電話,我有話問你 甚麼? 聽說林伯打電話給兆爵士 叫他抬慶那晚放他一馬 是不是有這種事? 林伯打給兆爵士有這種事 但叫他放他一馬就好像是謠言 這樣又謠言了 難道你說他打電話 問他拿電話給他買嗎? 神經病 是他打電話 純粹是想問兆爵士一些氣功的入門 他當年學氣功 早就已經問了兆爵士的所有事 這次又有甚麼事讓他問 是呀… 當年他只會提起和運氣 兆爵士教他鞠字裡面的氣 鞠了幾年氣之後 他發覺想放棄 然後他又問兆爵士怎麼能放棄 那到底兆爵士怎麼回答他 都說了放棄還用不回答 真可憐 你關你甚麼事 關你甚麼事 關你甚麼事 好, 今天不說了 再見 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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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同志 港市股猛團, 港市肥猛團 港市肥猛團又和大家見面了 長長 最近這個甫民, 甫民 遍布港九新界特區 你又收到甚麼資料 有位觀眾來信, 他就說 收到封郭富城, 郭富城 以前經常和梅彥芳拍拖 有沒有見到的事 有沒有這種事, 你又不用問我 我幫你問, 梅彥芳旁邊的豬棚交友 就知道了 讓我問問這個吳光如 關你 究竟有沒有這種事 收來一千 這麼行錢 難怪最近的人說你發錢紅了 我甚麼問你 要錢我問別人 梅彥芳最近和昔爺拍戲 我問昔爺就行了 昔爺, 是不是有這種事 他叫我甚麼都不要說 陳柱, 你這樣問不到東西 問是要問當事人 郭富藤, 沒贏了是不是你愛人 別亂來 問當事人, 這樣就語氣問了嗎 甚麼, 肯定叫人家說是 問我語氣要變一變嘛 你看看我問梅彥芳 梅彥芳 以前我都經常在你出入 看見你吐著郭富城 又上樓上又下樓下 那當然是吧 你看看, 到底你那時候打算跟他在一起 是甚麼心態 以前是打算天長地久, 海膚石爛 那竹竹呢 來得快就去得快, 誰都捉不住 收到沒有, 熟一聲就沒有了 所以說呢, 現在的年輕人 經常玩弄這個感情是非常之危險的 所以我們江湖上有會的前輩都說 千萬不要玩愛情 玩這些東西是非常之危險的 你看看他怎麼說 選健康, 有性命關聯 我人家說話真是對 當然 長長, 剛才你說你以前 經常在微人坊家出疫 那你是不是他愛人 是呀, 你… 謝謝… 回來又跟大家見面 上星期偷拍又不關於大家的位置 非常之過癮, 阿呂告訴大家 這個星期我們偷拍了哪個明星 這個星期我們偷拍的影片相當精彩 不過燒了 燒了是道具房, 你搞錯了 不是啦, 這些人真的花了 花了是你的錢而已 不是啦, 智慧 是為了我和翁為德的前途 你知道嗎 我和翁為德準備組成奇形怪狀合唱團 然後這個是唱片界人 跟我們出唱片一讀就有20萬 不能爆出他的東西 別說了… 別偷拍了 沒所謂, 因為我也準備出唱片 但我卻不在這間某星某星那裡出 所以這個新貴經理 沒所謂 儘管去他的片段 陳恩健, 大家看看 沒了… 我想實際上是這樣的, 不可以太誇張 對嗎 因為是兩次跳, 應該是這麼誇張 是嗎 你說得真心吧 是呀, 真慘 是呀 你… 你說吧 我就是… 我想曼芝是誇張的 這次他們兩個很誇張的表演 就是很誇張的 從頭到尾都不一樣 誇張… 寫了一個很快的大團結局 在這個故事上 我也是很誇張的故事 聽說下一次好像在一年之內 就點讚了這個故事 等一下再說,很快的故事 因為我不是窮,在香港 就是在香港接生的 這個是很棒的 我就是這樣整理好 一來就在紅館直接接生 就放了玻璃箱潛水 白紙和氧氣筒 就開始公佈於世 教導世人覺得這個潛水 你去哪裡? 去到菲律賓州,訂了 你負責女人 叫女人去那些 叫哪些女人去 好 那些女人去你最熟,你最熟 不過你走開了就要我了 我不行的,這些一定要你的 我還記得哪些人 沒有人敢聽說 女人最聽你說的 我應該叫葉永興、志明那些 不,那是你那些女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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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女人 其實最乖是這幾個 對不對 真的 乖不乖就是你才知道 就是你那些 就犯的事 不,當成是出鏡 不,聽說就不行 就是… 絕對,就是停 問題是, 後面過關就浪費了 我說得很短 不, 你放心, 一定會出街 一定會出街 因為呢, 我們現在說的又不是錄了 機器就錄了 正呀, 待會沒有就沒有訪問 但你這個正呀, 這個正呀 但是, 扶聖堂說得不好 再來吧 我覺得好, 好, 我覺得真的 但沒有punch line 有… 在這個中國尚學裡面 有位尚柔心生 而在外國的心理學 也有一門叫做面部區域分析學 究竟甚麼是面部區域分析學呢 今天我們很高興請到顧修傳博士 跟你講解一下究竟是甚麼 古博士, 解釋給大家聽聽 好, 我們有意識 是 我們有潛意識 對, 人有潛意識 我們很多時候我們的身體 特別是我們的面部 是可以反映出我們潛意識的狀態 所以有句話說 身體是心靈的外面 而心靈就是身體的裡面 有時候你聽說話 眼眨眨眨的時候 在讀人家的想法 你會看到的 是… 那這門學問 跟中國的尚學有甚麼分別呢 它是非常不同的 因為它的主流是由西方的科學演化出來 第一個就是心理分析 研究人的意識跟以前意識的關係 第二個就是身體語言 我們的身體的結構表達 是怎樣能夠看到它內心的世界 第三個就是兩邊大腦的研究 這個是比較新一些的研究 我們知道我們大部份人都是右手的 是吧 是 右手右腳的 這個是由我們左腦去控制的 而我們的右腦是控制我們左邊的 往往因為我們的左腦 是語言能力的中心 我們右邊就是代表了社會的性格 所以跟人握手都是右手的 就是出去交際的 是面對人的 對, 沒錯 所以右邊的面就是面對人的樣子 這個是社會性格的流露 而反過來我們的左邊的面 是由我們右邊的大腦去控制的 而這個是比較隱藏的一個部分 所以我們的左邊的面 會反映出那個人的潛在性格 所以其實很多人有鴨鴦面 就是代表了 右邊就是你面對人的樣子 左邊就是你心裡在想的東西 那就好了, 馬上我們來找些人分析一下 最近那碗美女, 玉興嫂 大家都很想知道他究竟 平時的內心世界和外面的外表 是不是這樣呢 先分析一下他好不好 好, 看看他 好, 看看 這張是葉玉興的正面照 對, 比較清純一點 他第一個給我們印象 沒化妝沒什麼 就是你說的, 很清純, 是不是 很聰明伶俐 他是看不到有甚麼三級影后的味道 在這張照片上 對… 很奇怪 就像鄉村姑娘一樣 我們現在看看他第二張照片好不好 再另外一張照片 這張照片呢 是他右邊的重疊的照片 就是他現在你看到左邊的 是把右邊再反轉 兩個拍在一起 成為了這張照片 對, 沒錯 好像更漂亮了 更漂亮了, 是不是 很明顯 所以, 葉玉興在這裡看 他的社會性格 是一個很懂得討人歡喜 很能言善道的女孩子 好像很純樸 你看他的眼睛 很靈離, 是不是 很知識說話 是… 是… 他的敏感度是很高的 還有他的嘴唇有一點起零角 我們看得出他就算是在這個 這麼細菇, 這麼能言善道的部分 他也有隱藏到一絲毫的反叛性 在那裡 是嗎? 在嘴唇上看到反叛性 其實嘴是代表了人的甚麼呢 在心理學 你記不記得你最小時候 你什麼時候開始用嘴唇 出生就…吃拉拉就用嘴唇 好, 吃拉拉就用嘴唇 對… 我們嘴唇在心理分析的角度 是一個情慾區 你這個人性不性感 性慾強不強 就是嘴唇表示了 有很多時候我們是可以看得到的 那怎麼之為是強呢 嘴唇都長一長 伸出去就代表吃肉 有很多性感女星 她都懂得運用這個部分的 你看看第三張照片 這是她左邊的重疊 就是她潛在性格的表現 第一個印象 我們會不會覺得姚玉卿 是蒼老了一點 是…比剛才那張鞋 還有她是…她的眼睛很多憂愁 我們可以這樣說 她本來又… 剛才那張照片看到的聰明伶俐 重鑊的樣子 現在這裡有很多敏感度 變成她很…很悲哀 她本來很希望受人愛護 她本來在右邊看得到 在左邊看得到她很怕孤寂 而且整個臉的輪廓都不同了 是… 這個好像反叛了很多 你可以說她這個臉的輪廓 給我們印象是很挖強的 你如果要她做冬 你越強迫她做冬 她就做冬 可能很多人請她拍文藝片 所以她才去拍三級片 從內心來說 原來她不是一個三級片女藝員 因為她內心是反叛 所以變成這樣 不過這個真是很新的分析學 好了…說完輕數 不如說說我 你有甚麼要給人分析 甚麼 沒有人想知道 沒有人想知道你的事 問題是… 我知道, 你是認罪 不… 我都不是 人家有很多偶像派 人家想知道 大家想知道哪一類影星 或者內心世界你想知道 下星期間寫信來 看看哪些信多 我們就分析下一個 我請顧博士幫我們分析一下 好 下星期見 好, 見過我們四個站在頂位 都知道時間差不多了 下星期再見 再一次謝謝鄭教授, 謝謝… 還沒結束 氣玉現在來了, 就是懲罰輪 Dudu, 你搞定它 我就是等這個節目 這次你犯的懲罰輪 就是懲罰雷與羊 當然不是 各位現場觀眾 想想懲罰曾志偉 怎麼會懲罰 大哥, 當然要出來 可以了嗎?靈可以了嗎? 可以了 起碼要儲一個圈才算 一個圈 最好是樓 這麼大力嗎?下星期呢 下星期就看到是什麼 好… 不用用手碰 是嗎? 心口? 不是 好, 拿開手… 拿開手… 沒有碰到 拿開手 茄汁一次 不行…用手 淋水, 試試 淋水而已 拿開手 不行…不行… 好, 這裡有瓶子 小心… 動一點 喝番茄汁一瓶 非常好吃 很公平 好, 這裡有瓶… 不是這些 是… 甚麼呢? 一瓶子 一瓶子 是茄汁水 這些真正茄汁 沒理由 是那些茄汁… 大家給點掌聲爭掌聲 喝茄汁 太棒了… 太棒了… 太棒了 這瓶子就很棒了 沒錯 我幫你倒出來 收拾ield就不能出來了 我幫你倒出來 把刀剪下來 不知無筆尿尿尿就行了 無筆尿尿尿 還要吃嗎? 無筆尿尿尿尿尿尿尿… 我自己來… 沒理由, 你一定是對著攝影機 一定會穿開店 你肯定會… 這樣搖緊這個屁員 搖緊屁員 入口屁員 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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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瓶 你嚇出牙齒,現在流血了 Dudu,不如別喝茄汁 你淋這杯水就算了 我幫你淋乾淨,好嗎 沒理由這罰… 你錄了那裡一定要受罰 是啊,這麼多 沒理由這麼不公明 演場正… 打架罰,打架罰 不要這樣 好了,各位職業 大家有興趣想在我們做演講 就在香港電視簽名稱給 acids 放這個證定 等等 鄭姐快點喝點茄汁 鄭姐快點喝茄汁 沒理由 你 fueled 你的名字,真錯 到這個〜 老闆, 老闆, 先說晚安 老闆, 老闆, 先說晚安 來吧… 老闆, 老闆, 先說晚安 再見 老闆, 你等著你 你等著我… 你等著我, 你等著我 你等著我, 你等著我 你等著我 不行 保護嘉賓了, 還領著 好, 別丟了… 再見, 做完節目 好了… 好, 再見… 再見… 好的… 好, 再見… 好… 好… 好球… 好球…